大家好,欢迎收看11月11日大花莲地方新闻 我是蒋文杰 首先要带你来看到的是 由花莲县政府主办花莲市中校国小全办的 2021花莲县梦想起飞 第八届青少年发明的复赛及颁奖典礼 在花莲市中正国小活动中心举行 由花莲县长徐真卫亲自颁发国中组及国小组的获奖队伍 奖金以及这个奖杯 那么并且鼓励学校创造发明风气 并激发学生多元的潜能 来提升创造力及问题解决的能力 为国家培育社会栋梁 2021花莲一些梦想起飞第八届青少年发明展 赴赛以及颁奖典礼 并且在中正国小登场 现在学生表示 现在无论是产业变动或是生活领域 都已经整合到数位科技 显然数位科技的学习相当重要 非常感谢数位校长以及一线老师 陪伴孩子们在每年的青少年发明展 启发孩子们的想象力 发现现在比赛成绩一年比一年更好 尤其是在现在整个世界上的 无论是产业的变动或者是现在生活领域上 已经整个都用到数位而且是科技 所以现在说A B C D E A 是 AI B 是区块链 C 是 cloud 就是云 空中的智慧云 D 就是大数据 再来就是G 就是5G 所以这整个结合起来 就是现在我们要让孩子学习 迎向未来 每一年我要谢谢所有的评审老师 现在的评审老师都还在评审 表示第一个真的看到花莲的发明力和教育力 所以我要谢谢教育处 集结了很多优秀的创课老师 以及课程的研发老师 在智慧教育中心来做我们的创课教育 以及科技教育 还有我们的语言诚实教育的 无论是课程的设计或有系统的教学 我要更谢谢第一线的老师 或者是我们现在带领研发的老师 给伴孩子解决问题 以及看到周边的需求 然后之后能够把你的发明的产品 能够改变人类的生活 让生活更便利 让社会更安全 所以我想这是发明展 以及发明大赛最重要的一个核心价值 所以我要再一次谢谢 看到我们所有的评审老师 都很疲累的走进来 真的很辛苦 而且几乎每一年都要到花莲来 我要感谢大家给我们这个孩子的洗发 那当然待会儿我真的很希望 我们的评审老师 能够对于刚才整个贫鉴的过程中 给予我们的孩子 还有我们老师更多的指导 县福教育师表示 去年花莲县第七届青少年发明展 得奖学生获得三金六云六桶 九个家座的优异成绩 县福积极营造国中国小学生 创作发明以及成果发表的舞台 让学生在自信心 创造力想象力以及自信力上 都有所成长 并且其学生们再创家机 为花莲争争光 接着准备化作表